中国央视秋晚在昨天晚间也登场了 邀请了多名的重量级歌手接力演唱经典的歌曲 不过晚会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插曲 像是黄小明演唱时表情尴尬被执意试唱对嘴 加上没有跟妻子Angela Baby一同演出 也让婚变传闻再度被炒作 另外原定在婚后要首度公开和体亮相的林志玲跟Aquila 却没有现身 林志玲的经纪人回应说 是因为个人小小的突发状况 很可惜没办法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 此时不完全 但愿人重见 千里共长久 尴尬表情麦克风拿得有些偏离 中国男星黄小明登央视秋晚演唱 被执意好像唱对嘴 加上没和妻子Angela Baby同台各唱各的 也让婚变传闻再度被炒作 十三号央视秋晚盛大登场 过敏歌手轮番上阵 你是我的梦想背变传门 你是我的梦想背叨的风 你是我的梦想背叨的风 吹着那奔扬扬扬的哀愁 我们想收拾拉扬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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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扬� 华语情歌天后梁静茹 带来多首经典好歌 台湾则有重量级天后蔡琪登台演唱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有情天地 1980年代红遍全球华语乐坛 封号台湾音乐教父的陈彼得也难得献唱 原定婚后首度公开合体亮相的林志玲和Aquila没有现身 林志玲透过经纪人回应 是因为个人小小的突发状况 很可惜没有办法与大家在舞台上见面 少了一分惊喜 但话题没因此变少 记者纵道